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英雄豪杰 但其中一位独特的人物一直被誉为不朽的英雄 这就是刘备他不仅是三国时代的杰出领袖 各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象征 代表着忠义、仁爱和坚持的价值观 刘备身于动荡的末期 但他却在乱世中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华 他以谦虚和仁爱的态度吸引了志同道合的人 建立了强大的俗汉王朝 他的三顾茅庐之举表现了对人才的真事 而他与关羽、张飞的一兄弟情谊也被奉为经典 然而刘备的不朽之处还体现在他的遗产上 他的文化政策和对教育的关注在蜀汉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行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 他的故事被文学、戏剧和影视作品无数次的重新演绎 继续启发着新一代的中国人 在刘备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的英雄 他以他的智慧、勇气和仁爱改变了历史 并将他的价值观传承给后人 他永远活在中国历史中作为一个不朽的象征 激励者人们追求卓越和仁义 刘备和汉宪帝留下之间的关系 在三国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 汉宪帝是东汉最后一位皇帝 而刘备则是属汉的创始者汉皇帝 袁绍的推荐 最初刘备受袁绍的推荐 前往许昌向汉宪帝求见 袁绍觉得刘备有辅佐天子的才能 并希望他能成为汉宪帝的顾问 祝汉宪帝复位 刘备在见到汉宪帝后 认为他应该支持汉宪帝复位 以恢复汉朝的威信 于是 刘备在留邪汉宪帝的名义下 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 最终成功占据了蜀地 经四川地区 并建立了蜀汉王朝 对汉宪帝的尊重 刘备一直对汉宪帝表示尊敬 并在政治上承认汉宪帝的统治地位 尽管刘备实际上掌握了 大部分的政治和军事权利 他仍然保持了汉宪帝的名义 以维护汉朝的正统性 汉宪帝的支持 汉宪帝也对刘备表示感激 他曾多次赏识 和褒奖刘备的功绩 并赐予他不少封号汉爵位 以表达对他的支持他认可 总的来说 刘备和汉宪帝的关系 是一种互利的合作关系 刘备帮助汉宪帝恢复皇位 同时汉宪帝由刘备提供了 合法性和支持 以确立他在蜀汉的统治地位 这种关系有助于稳定俗汉国家 并维护了汉朝的名义 刘备并非单凭一己之力 而是透过巧妙的策略 害于其他重要人物的合作 成功抵挡了曹操统一全国的企图 以下是一些他所使用的策略 和合作伙伴 与元少合作 刘备最初与元少合作 参与了关渡之战 然而 这个合作并不持久 因为元少与刘备之间出现了矛盾 最终刘备选择离开元少的阵营 三顾茅庐招揽诸葛亮 刘备的三顾茅庐之举是一个关键策略 他成功招揽到诸葛亮 这位卓越的军事和政治策略家 诸葛亮的智慧和才华 成为了刘备的得力助手 协助他在战争和统治方面取得成功 联合孙权对抗曹操 刘备在赤壁之战中 与动物的孙权达成了重要的联盟 两者共同制定了火攻计划 成功击败了曹操的军队 阻止了曹操的南下侵略 并确保了南方的稳定 关于与张飞的协助 刘备的关羽和张飞是他的两位异兄弟 也是他的重要将领 他们在各种战役中表现出色 为刘备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地位 并支持了他的统一大业 积极的外交政策 刘备积极地与其他有利于他的势力合作 并与各地诸侯建立友好关系 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他的外交策略有助于保持盟友 并为自己的统一大业 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刘备成功地抵挡了曹操的统一大业 主要依靠了巧妙的策略 害于其他重要人物的合作 他的三顾茅庐招揽诸葛亮 与东的孙权合作 以及他的兄弟关于汉张飞的协助 都对他取得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刘备在三国时代的一些英雄事迹 三顾茅庐 刘备三顾茅庐是三国时代最著名的故事之一 讲述了刘备多次拜访诸葛亮 最终成功招揽他未属和效力的感人故事 第一次登革 刘备首次听闻诸葛亮的卓越才华 决定亲自拜访他 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 然而 当时诸葛亮正在隐居于茅庐 并且拒绝与他见面 即使刘备三次上山拜访 诸葛亮仍不肯与他会面 以考察刘备的诚意 第二次登革 刘备未能见到诸葛亮后 非常坚决地再次上山拜访 表达了自己的诚意 并表示自己需要他的才能来建立一个新国家 诸葛亮依然拒绝了他 第三次登革 刘备的一例最终感动了诸葛亮 在第三次拜访时 他告诉诸葛亮 如果再次被拒绝 他将抚慰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已经放弃了找到一个出色辅佐的希望 这个诚恳的言论打动了诸葛亮 他同意加入刘备的事业 并为蜀汉的兴起贡献了他的卓越智慧 这个故事凸显了刘备的坚持和对才能的真事 同时也表现出诸葛亮的谦虚和智慧 三顾茅庐成为了一个关于忠诚 坚持和诚意的经典故事 并且在中国文化中传送不衰 象征着真诚和对卓越的追求 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三国时代最重要的战役之一 刘备在这场战斗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以下是有关赤壁之战和刘备的故事 战争的背景 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08年 当时中国分裂为三个主要势力 曹魏 东吴和蜀汉 曹操是当时最强大的统治者之一 他率领庞大的军队进攻东吴孙权的国家 刘备是蜀汉的创始者 他与孙权合作对抗曹操 联合对抗曹操 刘备和孙权意识到 要击败曹操 他们必须联合起来 他们在赤壁附近的江边准备迎击曹操的大军 刘备的军队参与了联军 并成为了这次战役的一部分 火烧赤壁 在战斗前夕 刘周瑜和黄盖策划的一场火烧赤壁的计划 改变了整个战局 他们派遣小舰队引诱曹军 然后发动火攻 将曹军的大部分舰队摧毁 这场火攻使曹操的军事优势减弱 为刘备和孙权的联军提供了机会 战役结果 赤壁之战最终以联军的胜利结束 曹操被迫撤退 刘备的参与虽然不如孙权的关键 但联军的胜利确保了南方的稳定 并阻止了曹操对整个中国的统一 在赤壁之战中 刘备虽然不是主要策划者 但他的参与对于联军的成功至关重要 他的军队在战斗中起到了支援作用 并且在战后对南方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赤壁之战确立了刘备 孙权和诸葛亮之间的联盟 为后来的三国格局奠定了基础 当谈到刘备的英雄事迹 尤其是关乎人民的方面时 有几个突出的方面值得关注 仁爱的统治 刘备以仁爱和识悲著称 他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 在统治蜀汉时 他实施了许多政策来帮助穷困人民 包括减轻税负提供粮食救济 并推动农业发展 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 抵抗外来侵略 刘备的英雄事迹之一是他抵抗曹操的侵略 保护了蜀汉的疆土和人民 他在四壁之战中联合孙权 成功击败了曹操的强大军队 保护了南方人民的安危 尊重才智 刘备非常重视人才 他并请了像诸葛亮这样的卓越智责 为国家提供咨询和领导 这不仅有助于国家的发展 还体现了他对人民福祉的关心 维护公义 刘备坚守正义 并总是站在弱势一方 他不容忍欺压 助人民争取公平和正义 这种勇敢的态度 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文化和教育支持 刘备鼓励文化和教育的发展 为人民提供了学习和进步的机会 并且支持文学和艺术的繁荣 丰富了人民的生活 这些事迹凸显了刘备作为一位英雄 如何关心和保护他的人民 以及如何通过他的领导和政策 来改善他们的生活 他的仁爱 正于他对人才的尊重 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中不朽的英雄 广受人民敬仰 这些事迹彰显了刘备作为一位英雄 和领袖的卓越能力 以及他对忠义 仁爱和文化的重视 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中的不朽英雄